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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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一張 這裡這裡 這邊 謝謝 高中老師跟教練家 高中老師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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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 左邊 這邊 中間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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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一下 我偶爾照顧一下 左下 這邊 來,視線這裡 我們視線再來一下 對 好,謝謝 好,那我們在 中間 上面可以嗎? 這裡,這裡 來,我們先中間 下面 在中間 下面要看,上面這邊也要看 好,我們各自 看這裡 接下來是右邊 還有這裡 來,這邊 上面 右邊好,右邊上方還有一位 來,下面 來,下面這邊 來,後面 我們放這裡 我們放這裡 來 這一次 拍個夠了 右上方 右上方 那邊有一台 有一台 中間座椅 這邊 中間座椅 中間座椅 這邊 好 這裡 這裡 好 大家今天去拍夠 我們大概可以拍個半個小時 哈哈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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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 這邊 謝謝 來,後面 大哥有滿足嗎? 這邊可以上嗎?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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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謝謝 我們真的是因為好久沒有來台灣對不對 是 沒有聽見是說之前來台灣都有快閃 都是時尚對不對 有一點快閃啦 對 有一點 就是可能來這裡做一些活動 這麼快就回新加坡 是很久沒有因為戲劇的過程來台灣宣傳 對 應該有三年多了 因為之前一部《心靈時鐘》的一部電影到現在 對 所以非常開心能夠今天再回來就是 參與這一部 你這邊怎樣 你那邊怎樣我這邊 OK 對 所以 你在劇中飾演的角色是 這位對不對 對 這位 你要講結束一下你的角色 這個跟我本來很不一樣 對 他就是一個非常精靈等幹 非常富有心機 而且 而且在 他是一個特助 那 他是前總司裡的一個非常非常的軟體助手 那 他掌握了銀行很多的秘密 所以 他是一個非常有心機的人 然後當他的新上任的那個人 也上任的時候 他就很想要做很多事情 就希望我們就是可以碰著他 唉唷 這麼心機的一個銀行界特助 對 之前你是很少接這種 比較坦白的角色 是 之前都是 大家可能印象中 就是 好好 非常威柔的一個女生 那這一次很不一樣 就是因為 小弟老師 他跟我說 這個角色 真的很適合你 然後希望我們能來 就是 來幫忙 嗯 我記得我 見小弟老師的時候 嗯 還不確定 因為 那時候還沒有看到本子 跟什麼都沒有 對 因為我習慣先看本子 然後大概 大概可以做 這樣 像空間 我到底能做得到 或者是 我多喜歡 那 就是 當小弟老師跟我聊的時候 就是沒有劇本 所以我其實有點 很不安 嗯 可是因為小弟老師 他說 故事的能力真的是 但是太棒了 太熱了 所以非常非常難拒絕 所以就說 喔 好 後來 欸 真的還蠻好玩的 就結業了對不對 所以你的戲呢 都走在新加坡拍攝 嗯 很可惜 只有在新加坡 對 因為我們這邊 妳這邊怎樣 我這邊OK 是台灣跟新加坡 共同拍攝 所以會有台灣線的故事 有新加坡線的故事 是是是 一直在新加坡拍 對 一直在新加坡 妳沒有跟那個 俊雄還有我們的 承諾沒有一樣 來台灣兩邊 沒有 對啊 很可惜沒有 所以妳在那邊 妳的總監 就是這一位 對 我的新上任長 總監 其實我 曹玉跟我說 我裡面的朋友是 看不起他的那種 OK 太新了 什麼都不懂的那種 像這個小白兔 對對 誰桔 對 對 對 金隆的一條 聰明立書 是是是 而且聽說妳裡面的衣服 穿起來 是非常十足 對不對 對呀 那是造型師 多多幫忙 因為他們 就想要這個Linda是一個古葛儀式 然後就演了一種很聰明 可是又不敢靠近非常冷的一個動物 所以我們其實看到妳會在裡面非常有發起 而且很有條例 很多的男性角色都在妳的轉過之下 對啊 所以妳很過癮嗎 非常非常的過癮 而且 還有一點崩潰 因為有很多很多的商業台詞啊 什麼的啊 資料等等的 所以剛剛開始的時候就一直在 在背 所以有現在對金融品系 金融品牌有沒有比較爽 還是沒有 OK 那因為新加坡已經開始播出了嗎 今天 今天是第一天 晚上九點 對 對 那妳現在來台灣沒有辦法看到對不對 對啊 我老公說 我老公說要想要看看 他們說 因為我那個導演說 我的那個眼神可以殺死 我老公就一直 靜靜一直在做呢 我說 我老公看妳那個小眼神 我殺 所以我本來是想要一起看的 對對對 不過妳有向她說 我能偷看 先把陸賽跟進去 對 我說要一起看 OK 好 那妳會怎麼 那大家看之後 妳會怎麼期待這樣拿部戲 妳會不會跟台灣新加坡的觀眾 一起談一下 因為這戲有兩邊 兩條線 我覺得這部戲是非常特別 因為它有兩個版本 那兩個版本 其實妳看第一集的時候 妳有可思多的疑問 那這個疑問可能在很快的在台灣版本就會有一些些的解說 那我覺得現在 呃 像我們這種 有互聯網的一個時代 我們也有很多的資訊 所以在看戲的時候 我們都很喜歡有這樣的一些很快的一些節奏在裡面 或者是有很多的一些 呃 呃 twist在裡面 呃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 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別 非常特別 非常特別 而且 雙地雙線 兩個 一個故事但是兩條線 對 而且我們學院也是要看兩個劇本 對 因為我們這樣子才能 亂徹下來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東西 要不然的話 只是讀新加坡版本 我說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欸為什麼我們不能檢討媽媽 所以其實我們還要讀兩個劇本 欸 那我少收錢了 我應該收到幾次 喔 今天做兩個劇本 對 這是新加坡的二十集版本 對 那你要看台灣是二十 對對 所以要做兩倍的功課 所以你看了四十集的劇本 對對對 結果你收了 哈哈 對對對 我們沒有很破曉什麼老師跟他講一遍 對對對 對 其實對我來說 我喜歡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新的 全面的一個 東西 可以在 給觀眾一種全面 然後 在 在台灣版的時候 又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給觀眾 對 對 對 所以大家都可以從四波間一起燒腦 是 演員看劇本已經很燒腦了 這時候也要讓觀眾一起 對 因為觀眾跟 我覺得觀眾跟我們一樣都很喜歡燒腦的感覺 對 好 欸那 因為台灣有兩集的新加坡線 要不要推薦一下台灣的觀眾說應該要怎麼樣才能夠去收視 收視 其實我 我還沒有看新台灣版的到底是怎樣 其實我還蠻期待的 因為我相信台灣版跟新加坡版是完全不一樣的調調 我本身是非常期待 所以我希望觀眾朋友們看了台灣版之後呢 一定要看新加坡版 然後看新加坡版 然後一定要再看新加坡版 然後一定要再看新加坡版 是可能在前面的時候 你們可能會有一點點 欸 嗯 我想說 我想說 或者是有一點想說 你不會太多 所以一定要堅持往下看 才會有很多 很多的 我覺得還是怎麼樣 OK